這裡每個企業都有自己很大的改變 一個名字就改變了全世界 搞得最近媒體都在報導 元宇宙到底是什麼 哈囉,歡迎收看本頻道的 蓋新聞,我是SK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要吃某些食物 結果因為這家店一直要跟你說 要吃的話就要等 我就有 生前胖老爹剛出來的時候 就很常遇到這種事情 幾乎每次叫,每次都要等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改變 因為我家附近就有一家 是老闆有請外勞 那個外勞都會跟我說 啊,其實不用等那麼久 我先幫你裝好 還真的是他們的政策而已 同樣在遊戲界 也有一個飢餓行銷的霸主 讓你看得到、玩不到 名副其實的就是Sony Sony這家公司 自家出產的PS 大家都在哀嚎搶不到 最近也釋出了近幾年來 自己銷售的成績 看越久我越是懷疑 公司到底是真的缺貨 還是假的缺貨 為什麼其他地方都買得到 就我們買不到 還是他們就已經覺得 這種新的銷售方法 比較對他們的味呢? 讓我真的是有夠匪夷所知的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進入今天的新聞吧 首先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PS5 從2020-11月12賣到現在 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年了 這個期間 一直不斷的頻傳缺貨的消息 只不過缺貨缺到現在 根據2021年7月到9月的財報表示 PS5銷售到現在 全球累積也賣了 1340萬台 看著這個數字 你可能會跟我想的一樣 蛤? 真的有這麼多嗎? 還是被人家大量買到 沃爾瑪倉庫? 大家其實不用太緊張了 其實這個數字沒有算很多 甚至還比較少 以PS4從2013年銷售到現在 也有1.2億台銷售紀錄 代表每年可以賣1455萬台 銷售的同一年 是賣到了1480萬台 兩種機台 如果只論第一年的話 也是相差了140萬台 只是因為時代背景不同了 遊戲產業變成大家想要休閒的項目 想要遊戲機的人 當然也是越變越多 這樣子的銷售額 已經不能滿足大家了 所以索尼乾脆就將計就界 直接把PS5當作是最近比賽的項目 讓大家可以以此製造話題 然後舉辦比賽 這個比賽是我前天收到的簡訊 叫做爭奪寶座 以官方規則還有比賽的獎勵來看 是要宣傳PS的遊戲 還有機台的表現 內容比較硬核的是 必須要以國家分區 在指定的時間用PS4或PS5玩遊戲 或者得到獎勁就會累積分數 額外加分的項目 還有開分享給大家看 跟朋友一起玩遊戲 都可以有加分的效果 總之這個比賽的項目 索尼自己也知道 PS5變成一種稀有的物品 大家必須要依靠這個賽事 來得到這個機台 飢餓行銷的策略 我想差不多也進入到最後一步了 或者是有打著下一步的計劃開始 前面先買PS5的人 都是各位運氣好現在我公司都缺貨了 乾脆開始前往新機台研發的計劃了 根據外媒WCC FTAG表示 現階段索尼確實針對PS5 Pro進行研究開發 會以AND、SLC晶片為核心 高性能低功耗的晶片 朝穩定8K化石前進 售價會在600-700美金 如果以30台幣換算的話 大概就是18000-21000左右 比PS5還要來的貴3000-5000新台幣 推測機台出來的時間 也是在2023-2024期間 原本就有機台的 哇,感覺就是很尷尬 如果照飢餓行銷的走向不斷走的話 或許就是2022 也是缺貨的年代 直到2023 直接出Pro給大家 是最穩的 畢定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 大家都知道缺貨了 倒不如就是這樣吧 當然這就只是傳聞 我們直接吃瓜了 就只能繼續看下去 可是照這個缺貨的年代 一年一年走下去 不可能整個遊戲公司 都不用算錢了吧 所以在前幾天 索林也開始漸漸釋出消息 要把自家的獨家遊戲 或者不是獨家的遊戲 開始慢慢丟在PC的平台上 還註冊了PlayStation PC LLC的品牌標章 哎呦,不是Onis PlayStation嗎? 怎麼就上PC了? 獨佔支持 遊戲包含了Discount 地平線 還有即將推出的戰神 都是從原本獨佔的PS主機 轉換到PC的跑道 上Steam平台 那我自己是覺得 公司在行銷策略上 應該也不會笨到說 自己家的家機都不賣了 為了不用自己家的遊戲 砸自己的腳 未來索尼的策略 應該是會走獨佔一段時間 遊戲再丟到PC的平台去賣 或許會是近幾年來 不少公司最賺錢的銷售手段 既可以賣機台又可以賣遊戲 可見野心很大吼 當然,有這麼做的 不只索尼而已 Capcom也是把幾款遊戲 走向了PC平台 銷售額在今年的第二季 相比去年成長了43%左右 像是惡靈古寶吧? 村莫武獵人的物語2 破滅之一 還有不是新遊戲 但是卻因為崛起又再次崛起了 魔物獵人世界 上面幾款都是近幾個月 Capcom有亮眼成績的遊戲 在這幾天的新聞 我想大家多少都有發現到了 那麼索尼的策略 看起來就是萬無一失了 對手插BUS還可以穩穩的嗎? 我個人是認為 對,XBUS完全可以穩穩的 因為他老早就採用PC跟主機通用的方式 只要是微軟跟XBUS有的遊戲 都是可以共享進度的 只不過最大的缺點就是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是習慣用Steam的平台 微軟的商店可能會用 但就是少數 我自己打開微軟的商店 也是為了做這一片 才打開來看一下而已 也因為XBUS早早就想到 PC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整合這項注意 他們完全就是老神在在 還有像是XBUS Game Pass這個項目 也是PC跟XBUS都可以玩 要月角、計角、黏角 我覺得都還算是蠻划算的 裡面的遊戲也不差 最近還釋出自己即將在2042這一年 推出神仙級別的XBUS手把 你不用再用主機 只要一隻手把就可以唱完任何遊戲 其中功能包含讀取無需等待 32K解析度全光譜色彩 240fps、480fps 絕不延遲畫面輸出 加上遊戲全部都是雲端處理 提供給大家想像 呵呵呵呵 讚啦 想打2042戰地風雲的廣告 還要這麼費工 不過講真的 其實XBUS這樣很有企業的惡稿 我是蠻喜歡的 又可以宣傳自己得XBUS 又可以宣傳戰地風雲2042 我自己是覺得 唯獨就差了幾款很厲害的獨戰作品 XBUS才會起飛 現在或許也是飛得很高啦 只是在勁底年來 沒有索尼這麼會製造話題 就還蠻可惜的 要不然我是蠻想要買你們家的冰箱的 放個十杯可樂 然後再跟主機放在一起 結果要冰東西放座機台這樣子 啊?不好笑嗎? 嘿嘿嘿嘿 那Facebook 最近也有一個感覺說大也很大 說小也不小的消息 這個消息如果通常在別人身上 可能就變成 路上看到大眾也不會回頭的感覺 但如果這個大眾也 上面寫著Facebook 可能整個流量 就會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 那這個很小很小的事情 就是Facebook即將改名成Meta 是不是就很不一樣啦? 如果換的是我們 可能要吃鮭魚改個名 至少可以上昌電視 就還算是有出到名了 今天臉書改個名 各大媒體跟新聞都要爆炸了 直逼問為什麼要改名? 其實這個問題 主要還是要回到 他改的名字Meta 到底是什麼樣的由來 Meta全名叫做Metaverse 兩個拆開來看 就是現在流行的元宇宙 這個詞其實早在1992年 就已經有流行 是一名小說家出版的 科幻小說Snow Crush 有提到這個理論 意思更接近超越宇宙 他的概念比較像是說 現在我們因為疫情的問題 很多的工作或是活動 都沒辦法去現場執行 有些甚至因為不能出門 發現到整個公司的架構 可以利用線上完成全部 利用視訊、通話、LINE 這些東西來進行溝通 再加上如果能有一個平台 創造一個虛擬的零 跟主管以PTT、畫圖 甚至傳遞檔案 如何完成這份工作 這樣會比口頭講還要來得清楚 這時候限時跟虛擬 就可以做一個橋接了 這個東西 現今也在社會 也是很流行 那就是VR 也就是虛擬實性 每一件有可能是利用現在的 4G、5G的無線網路 來做一個橋接 技術現在是很多家的公司 都有在運用了 OK看到這邊 你肯定會想說 我只是因為遊戲經文點進來而已 怎麼就變成 臉書改名這個話題了 這跟遊戲有著什麼關係 改名或許關係不大 但是對未來趨勢 元宇宙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遊戲 也是套用這項類似的技術 像是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So on Online 刀劍神域吧 一個頭戴頭盔 然後進入虛擬世界 穿出自己一個帥氣 或是美美的人物 然後在一個空間裡面 攻擊怪物 防禦減傷 閃避攻擊 這些動作 那如果你對縱化沒有興趣 一級玩家 應該有看過了吧 也是利用了類似頭戴的裝置 進入到一個虛擬世界 然後整個遊戲 變得很像NNORPG一樣 去各地戰鬥 解謎 破解彩蛋 等有趣的活動 要不然就像脫稿玩家 眼睛戴起來 整個就變成了虛擬世界 這些都是依靠虛擬技術 進到另外一個世界 把現實跟虛擬 整個連接起來的 電影或動畫 只不過看到這邊 你可能會疑惑 在未來會成功嗎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肯定劇 在20年前 我也沒有想到 會有智慧型手機 也沒有想到 會有剛剛講的這幾部電影 你能夠看到未來的趨勢 才會被未來看到 所以在2014年 Facebook創辦人 祖克博 就花了21美元買下了 Oculus VR這家公司 那時候 大家都還在想說 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或許那時候 祖克博就已經開始做 元宇宙的發展了 等到把整個臉書 IG什麼都 都整合到元宇宙的時候 這項技術就會變得很普及 就變一堆人 在那邊手亂揮 阿瓜阿嬤看得都很 未來的溫號這樣 最後一則新聞 你沒有手機嗎? 這句話意外爆紅 雖然都是負面的 但終究還是紅了 暗黑破壞神 永生不朽 即將要進入封測的階段 目前只開放了 中國澳洲南韓日本 而且是Android的手機才可以體驗 整個時差 Drop超過三個月結束 前面已經推出不少次封測 這次封測的重點是 死靈法師這個職業 會在這次推出給大家玩 我搞不懂 為什麼要封測這麼多次 前年到現在 也快一年多了 這次又要再封測一次 或許是怕有問題吧 我想 所以才會搞得這麼累 但其實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這樣子 畢竟伺服器的問題 在封測基本上 也測不太出來 畫質跟手感上的表現 即使一兩次封測 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就有點再拖的感覺 那近幾次的封測 都沒有中文的版本 這點是我覺得 還蠻可惜的一小部分 畢竟對於中文比較熟的我們 你在看裝備的選擇 不會這麼直觀 英文不太好的玩家 會必須要想一下 腦子翻譯一下 或者真的去Google翻譯 才會知道數值在幹嘛 劇情的對話 就更是不行 必須要錄下來才可以慢慢翻譯 當然也有人說 玩起來跟其他版的暗黑差不多 有那種精神石棍物的感覺 也是滿滿的有毒性 那我是希望到時候 能夠有個帳號可以試試看 畢竟我先前對暗黑2重置 印象就算好 也不算好啦 人物消息跟處理沒有很好 遊戲整個毒性的玩法 我倒是蠻喜歡的 所以還是會想要這個帳號去嘗試 OK 那今天的新聞就到這邊結束了 最近比較大的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遊戲新聞這個專欄 最近會慢慢的有起色 主要是我會以 我看到這一則帶給我的感覺跟想法 用閒聊的方式去詮釋 你要是喜歡這個模式 可以跟我講一聲 只希望你進來看影片 能夠舒服又舒適 然後又有一個得到懶人棒的感覺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了 有喜歡的朋友 可以幫我留個言 頂個讚 這對影片的推廣 多少還是有幫助到的 謝謝你們 耐聽看到現在 我是SKY,我們下部影片 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你 跟市民